撤出乌克兰北部地区的俄军 在乌东地区重整集结 专家警告乌俄战争恐怕将迎来 一场致命性的血战 刚好就是在那个突出谱 俄罗斯会希望是让乌克兰 进入这个口袋陈地 这也是我们讲的一个外线作战 那俄罗斯他刚好可以从上方跟下方 两边来进行一个包潮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自由时报 新闻360 欢迎收看新闻360 我是主持人吴宇晨 带您关注乌俄战局最新动态 乌东地区现在要面临一场 最恐怖也最关键的终局血战了吗 由于撤出乌克兰北部的俄军 目前在乌东地区重整步伐 北约秘书长周三时就警告 俄军的地面战暂时失败 但是俄军未来会集中火力 打击顿巴斯地区 乌克兰的副总理也要乌东地区民众赶快撤离 而随着西方对乌克兰的增援逐渐到位 乌克兰会怎么抵抗乌东地区的腥风血雨 俄军又将怎么打 带您看专家分析 俄罗斯闪电战落空占领基辅失败后 美国国防部掌握消息指出 俄军已经从基辅周边撤出 但还有超过80个战争群 留在乌克兰正向乌东地区集中兵力 北约秘书长就警告 俄军第一阶段损失惨重 他们将会重新武装战争进入关键阶段 盾内刺客就是俄军高度集中兵力 伟打的目标 盾巴士这个地方 它制服就是一个蛮重要的战略要地 而且它刚好就是占了一个突出部 它的上下两个地方 全部都被俄罗斯包围 就俄罗斯而言 它会希望的是让乌克兰 进入这个口袋阵地 反而是乌克兰反攻的部队 会去受到俄罗斯占领之后 它剩下来部队的一个攻击 所以其实有一点就是 攻守的一个转换上面的话 目前的局势是对首方比较有利 也是蛮类似说 过去的二次大战的 装甲部队往前推进 推进得太前面 可能它的补给会跟不上 之前俄罗斯部队 它就是因为前锋太过深入 导致它后面补给跟不上 而且它在基辅那一带 在聂伙河那一带的话 它会去受到的是 北约跟美国的电子扮导 根据发行社分析 俄军占领的伊祖母镇 基辅控制的敦巴斯首府 斯拉维·杨斯克 以及克拉玛托尔斯克 贯穿三座城市的道路 有大量乌军部署 斯拉维·杨斯克恐怕会爆发 关键一战 俄罗斯开战时 企图在乌克兰建立 傀儡政权的计划落空 学者分析 拿下乌东地区 稳住顿巴斯的亲俄政权 会是俄罗斯下一阶段的目标 现在对俄军来讲 他比较能够希望的就是 在笨巴斯的地方 打一场歼灭战 但乌克兰的部队 也没有办法再做 往前做的背景 而必须去承认 可能在克平尼亚 还有那些鲁干斯克 跟那些布内斯克 这几个地方 独立的一个主权 然后再恢复到 2014年那种 逐步的蚕食的方法 去确保乌东这个地方 可能是中立区 或是一个缓冲区 让它不会去造成 俄罗斯未来的威胁 俄罗斯也有一点强弩之末 它的一个补给 跟军队的状况 很难维持它继续再往前推进 对俄罗斯来说的话 它现在需要的就是 不敢说就进好就输了 但它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就是先稳住它的一些 攻击的阵脚 这里的话 有一些游击战跟局部的中冲突 还是会持续去进行 就有点类似 过去我们讲伊拉克的一个状况 一场血战在即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 呼吁乌东居民立即疏散 否则未来几日之内 将有生命危险 鲁干斯克州州长盖带也指出 俄罗斯破坏了顿巴斯地区 铁路网络 这是危险降临的迹象 对此美国国安顾问 苏利文景表示 运送武器的速度超乎想象 西方的军事援助 真的来得及吗 你现在的问题 就是这些装备运到之后 它要从乌西再赶快运到前线 或者是说这些武器 给了乌克兰部队以后 它能不能有效地去发挥这些武器 运送到后 你的后勤能不能跟得上 乌克兰救援部队 跟马力波沦陷的速度 两边来看哪边会比较快 这一个其实是现在 俄军也在想的 因为俄军他就集中火力 去攻击这个马力波 或者是我攻击他而可说 让你乌克兰的主力部队出动 但是在支援的时候 就有可能被俄罗斯部队给吃掉 乌俄战争看不见镜头 西方国家的制裁 以及援助何时会发挥实质效果 会是接下来的关注焦点 以上是记得洋洋入采访报导 俄军在战争中犯下屠杀平民的严重暴行 美国宣布新一波制裁 将会针对普丁未成年的女儿 玛丽亚普丁娜 冻结他们在美国持有的资产 而同时也会扩及俄罗斯的总理 外交部长还有前总统 欧盟也加码祭出狠招 宣布禁于俄罗斯的煤炭 对克里姆林宫来施压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暗示 未来不是没有可能扩大 对天然气采取同样的措施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期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